哎 哇 这是一个奶骑 奶骑士 你怎么看 应该是一个奶骑 奶骑打德鲁伊 手上骑手有针云圣剑 嗯 哎这边的话 哎呀换回来的东西不多 他其实是想 看能不能换个雪人啊什么之类的 对 没换出来 对 仍然利兆德又回来了 五费的利兆德 二费只能换一口 三费激活利兆德 三费可以放 好小软 可以吐他的真银剑 对来的不错 刚刚对手换掉真银剑了吗 没有真银剑留着的 留着 对三张牌都换掉 就没换掉真银剑 这个也是肯定的 因为圣骑士的真银剑 上了基本上也不亏卡查 对 基本上不亏卡 好召唤一个小弟 奶骑的话呢 都是前期都是各种报告兵过 激活 激活利兆德 逃捧期待好的 手上有两个横扫 一个星辰坠落 这套牌在清理铺场方面是非常的强 但是战斗力方面呢 主要是看他的高费 我们现在刚刚那局打完之后 是没看过他的高费 承管出来了 承管 这个承管成功的让利爪德 变成了一个报告兵杀手 是的 每一回合撞一个小边 电线杆这个时候来了 没什么用 横扫扫掉吗 横扫扫掉太亏了 我觉得 对方这个态势很明显是一个奶骑 而且奶量充足 我们从他的手牌上面就可以看到多少血呀 就是 小明直接选择扫掉了 圣寥猎王守卫 奥尔多 对 还有两把剑 对 还有大地之环先知 对 好摸了塔斯英狗直接打出来 这个塔斯英狗还真过不去 是 还真过不去 除非 横扫也过不去 如果你真的把星龙打了 不觉得非常非常的亏吗 这已经不是亏了一点两点了 对 好 那仍然选择用掉 嗯 诶 他又把他收回去了 很纠结 已经开始打得不错 小明承认对方打得不错 因为这个承管把利爪德变成一弓之后 对 就算星辰坠落把塔斯英狗解了 你也只能摸对方一点血 是 没什么很大的意义 一回合挠一下 对面是个奶昔 但是你不解的话呢 对方又有三弓 你只有一点弓 对 每次对方摸你只掉一血 也不跑 也不舒服 呃 忍一个回合 我想想 呃 丢一个电线杆上去 好像也不太好 丢一个电线杆上去 再架一个 我们好像听到了寇佛的叫声 是啊 好 这边的话 小明还在思考 让他先想一会儿吧 嗯 嗯 是寇佛想跟小明一块去看流星雨吗 星路 哈哈 流星雨 这个时候流星雨说不定就变成雷阵雨 好 啊 小明是选择了双架 下一个 选择了架地平台 呃 那这样的话 利爪德肯定是走远了 嗯 对方抄剑直接砍了 看摸的是什么 嗯 摸的是什么 又是一个城管 城管 这个城管要留一手了吧 嗯 因为也不知道对方到后面有没有大号的怪了 是吧 是 德鲁伊嘛 大号怪本来就很多 非常多 各种数 啊 植树节的时候用德鲁伊简直是非常的适合 是 好 这边 怎么认识是掏出了一个普通 但是我没有 看什么 到底是什么 反正不是剑 两把剑都在手上 嗯 啊 是剑 果然还是选择掏剑 他的 他刚刚是在想要不要用硬币 小明说 我的软迪怪已经极可能耐了 没关系 是叫依赖酒的真一剑 对于怎么认识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这里的话直接软迪怪吃掉一个 软迪怪 扫掉一个 是吧 扫掉一个 你过去有没有算过 有没有算过奶棋一共有多少奶 呃 我觉得奶棋 如果真诚心想奶 连这个 升光树这种东西都带的话 奶到 奶70血 奶就是从30血 奶70血 对 是的 哎 这种果然是有树的 有树的话呢 心里安心了一点 但是这个树现在不得上 对啊 有西女王战场啊 没沉默 呃 我们想一想啊 嗯 如果直接用星辰坠落去点 对 有三分之一的几率是窥盗猫 哎 这是 这 想 那他直接上树拔根吧 哦 四天公 眼爆树来了 眼爆树 眼爆树砸脸 眼爆树有什么用呢 对方有城管啊 哦 对方的城管这个时候要交出 对啊 对方有城管啊 而且有硬币可以直接选择无面眼爆树在城管啊 对我们也看到对手的无面了 无面 无面眼爆树在城管 或者无面女王 那不是完蛋了 哦 无面女王 这个局势很糟糕了 现在已经 硬币城管 遵律 哎呀 好那这样的话 两个小瓦拿着风行者在场上 嗯 摸上来一张 刷鸡 呃 现在这场面很难过 你知道吗 对 他现在的心情 他没有办法把两个女王全解掉 是 哦不对 哦有 可以把两个女王全解掉 但是要捐一棵树 应该如何应对 捐一棵一五的树 对 他可以解掉其中一只女王 自己的随从还要被薅过去一个 对 捐掉一个一五的树 然后再用爪击 没摸到另外一个 但是这没有什么意义啊 虽然两个女王全干掉了 嗯 但是对方手牌这么多 而且对方还是个奶 奶量很足的骑士 慢慢耗 还耗吗 还耗的话 自己排库都有可能 撑不住 我想想啊 怎么解比较好 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样撞 这样撞 然后吃掉一个城管 然后爪击解一个 剩下一个女王 嗯 或者洗地 把两个女王全干掉 直接星辰坠落 洗地 把两个女王全干掉 嗯 然后丢一个电信杆上去 对 小明觉得 哎呀 我好亏啊 啊 但是没有办法 人家污蔑了女王嘛 没有办法 星辰坠落 洗地了 这个时候 如果后面摸不到什么 知识古术这种 赶快过牌的东西 这个牌差就太高了 好 你来 哎呀 还看到女王最后 临死前的啊一叫 是吧 嗯 这样的话 呃 猎王守卫直接上来哪一口 这个猎王守卫 拿他没辙 哦 还是奉献 愤怒 愤怒过牌吧 还是愤怒爪击解掉对方的猎王守卫 哎 那这个牌 直接解 先手牌完全封掉 对 呃 那这样的话 咱们可以非常悠闲的来打 那接下来他随便上什么东西都可以的 对 嗯 他他甚至这个玩的比较花一点的话 甚至可以顺顺聊打自己的脸上 先看看形式 嗯 也可以选择大地之团先知乃自己一口上个报告兵这种求吻方式 那还看摸他摸到的是什么 摸到圣光 哎呀 圣辽术 圣辽术 三张牌 来看看抽个牌 抽上来什么 双方交战到了第九回合 盛期是把自己的血量买买的 哎呀 还是给小明一个揣 对方过到的是伊瑟拉呀 天哪 伊瑟拉来了 天哪 井上天花的一张牌 这样的话 排差非常非常的高 先上佛老爷 提了佛定 老佛爷来了 再来一个小弟 老佛爷跟个报告兵 嗯 他single 小明应该已经知道了 这个佛爷就算他用各种方法把他解掉了 是 后面的那把送的刀也会让自己碰到一身 对 老佛爷送刀 周仓 这套奶棋的话呢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可得 非常非常的可得 而且主要是前期两个成果也是非常的 平 啊 这边选择平等了 然后奉献全解 小明要很无奈的打出机器人 已经打不下去了 这个局势已经打不下去了 嗯 日怒 没有任何意义 丢上去 裸上 当炮灰 哦 他也不咬那只老佛爷 直接过 给自己上一眼 我觉得对方很可能会直接选择打这个复仇之怒机关枪 然后真音圣剑砍一刀 应该就极机里 为什么上报告屏呢 哎 打复仇之怒 真一瞬间砍一刀不就结束了 这何必呢 这是调戏吗 这是在给小明机会 这有什么机会呀 这是劝图 好 认输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怎么Ring和猎者小明打成了2比2屏 对 那接下来这一场比赛关键了 小明的话 这对面摆明了是一套奶器了 嗯